怪物缓缓走向女孩 女孩一脸呆滞并不害怕 怪物来到女孩面前低声吼叫着 女孩拨开手中的果冻 举起手想把果冻给怪物 怪物有点猛逼 歪了歪头 缓缓伸出手 从女孩手中捏起果冻 往嘴里送去 显然怪物没吃过果冻 这时有希还在寻找真白 他看到了地上的褶子 他赶忙往山里跑去 终于有希发现了桥上的真白 他连忙上前一把抱住女儿 找到女儿的有希松了口气 幸好没出什么事 这是真白还是一脸呆滞 但桥上的怪物已经不知所踪了 此时 惠杰正在问 阿川为什么会来这座村子 阿川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外面的众人突然打了起来 惠杰直接抄起盘子 狠狠往地上一砸 怒吼闹够了没 今天就到此为止 明天出发给你奶奶报仇 秃头男子显然还不想罢休 惠杰再次强调够了该走了 秃头男子只好不再动手 显然惠杰在这群人里 有极高的威望 而阿川此时刚回到家 突然看到妻子的双角鹿在外面 连忙冲向里面 发现有极只是在地上躺着 阿川问有极为什么躺在这里 有极表示太累了 阿川贴上前去想轻轻 有极生气到一身酒气 不要这样了 随后让阿川看向目注上课的字 快逃 他觉得是前一位警官留下来的 阿川不解问道 是什么意思 有极记到他怎么知道 今晚真白有四处游荡了 幸好及时找到了他 只要一不注意就会这样 阿川此时也认真了起来 走进了女儿房间 看着熟睡的真白 摸了摸真白额头 真白睁开双眼 看着阿川 阿川笑着道歉 吵醒真白了 真白突然起身 从枕头旁拿起一个小盒子 伸出手表示要给阿川 阿川开心的 结果今天会拿到什么口味的呢 这个盒子是用来装水果糖的 阿川缓缓打开盒子 打开盒子里面 赫然是一截手指 阿川吓到连忙丢到一旁 他拿起这截手指 问到真白是从哪里捡到这个的 真白呆呆地 看着阿川没有回答 此事门外 有希让阿川赶快去洗澡 阿川只能连忙把盒子收进口袋里 有希抱怨着 不要打扰女儿睡觉 阿川只能作罢 木柱上的快逃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白天公发村村长 正在发表演讲 表示这么多人 来参加打练非常高兴 今天是个温暖的日子 非常适合打练 目标是一只缺了一边耳朵的熊 然后便开始讲起了废话 白毛男子 向惠接抱怨他老爸 每次都讲很久 这时惠接一行人 再也等不住 背着猎枪往山里走去 秃头男子带着猎狗 发现了熊的粪便 他从里面看到的白发 一定是杀害尹奶奶那头熊 脚印有25厘米宽 是一只挺大的熊 另一边惠接收到消息 表示这头熊由他来射杀 现在他要自己追过去了 阿川随即表示 他该怎么办 惠接让他跟着自己弟弟杨界 杨界举着猎枪警惕地看着四周 突然一不小心踩空了下去 阿川往下面走去想扶起杨界 杨界一把手甩开阿川 表示阿川不要误会 他现在还不相信阿川 阿川无奈转身往前走去 突然杨界举起枪 瞄准的四周 阿川看着那边并没有熊 表示杨界这样太危险了 一把夺过了枪 要是杨界莫名其妙开枪 他就让上面吊销杨界的执照 两人正往山上走时 杨界看向一旁突然停了下来 走到上面的阿川 连忙问到怎么了 往前一看一头黑熊 正往阿川冲来 阿川急忙想从背上取下猎枪 还没准备好便被扑倒在地 枪也被他丢到一边 黑熊咬着阿川的腿 把他往一边拖 阿川正想起身逃跑 被一巴掌拍住 黑熊正想撕咬阿川 被阿川用手臂挡住 右手猛地锤向黑熊眼睛 吃痛的黑熊把阿川甩到一旁 阿川正想取出腰间的配枪 黑熊再次扑了上来 这时一声枪响 接了又是补了一枪 黑熊直接倒在阿川身上 惊恐的阿川看向一旁 正是杨界开枪救了他一命 阿川笑着庆幸自己活了下来 另一边的惠界收到弟弟的消息 熊已经被杨界给击毙了 惠界说到这样一来问题 就解决了 便和另一个人担往那边 阿川拿出手机拍了黑熊的位 里面确实有尹奶奶的另一边眼镜 拍完照片的阿川 看到众人正在围着黑熊祈祷着 这时他们取出小刀 惠界直接从黑熊身上取出一块肉 生吃了起来 其他人也是纷纷取出小刀 开始吃肉 阿川看得有点震惊 惠界拿着一块熊肉走过来 吃下这头熊 奶奶就会为血肉继续活在我们身体里 惠界神色严肃说道 阿川不会不吃吧 阿川拿着肉 看着众人正大口大口吃着 随即一口放进嘴里 咀嚼了起来 等众人不注意 一转头吐到一旁 嘴里继续装作咀嚼的样子 而一旁的黑狗 吃下了这块熊肉 晚上有戏在车上问到阿川的手臂 阿川表示没事 今天真败情况怎么样 有戏说道 真败今天很正常 可是他不知道真败在想什么 阿川道歉 这都是他的错 有戏打断阿川表示 说好不再提这个 阿川说道 今天以为真的要死了 可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亲 心想自己绝对不能死 再看到你 他才知道果然不想死 不知道真败能不能再开口说好 也不知道能不能原谅他 突然这时中村医生打来电话 表示阿川送来的那根手指 经过比对并不属于后腾宁女士 阿川瞬间愣住了 中村说道 如果确认身份会再联系阿川 这根手指不属于后腾宁 又是谁的手指呢 阿川和女儿到底发生过什么 阿川和白